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其实最重要要教大家的都是甜撻皮 如果你懂得做甜撻皮 你可以做檸檬撻、水果撻、蛋撻 任何撻都会用这个皮 究竟是怎么做呢 现在就告诉你 材料有西筋面粉、牛油 已经放到室温的了 砂糖、鸡蛋、任何你喜欢的生果都可以 这个迷你生果撻 我们要预备的就是 这些小小的撻模 你以为它是石纸 不是的 其实它是不用用完积器的 用完可以再用的 至于大小呢 就是你自己选 你可以做大小的也可以 我做最小的就好似 有点好似的 又快 因为越薄越小就越快熟了 好了 那我们预备了这个帽 先放在一边 现在我们首先呢 就做了一个撻皮 那生果我们也先放在一边 其实这个撻皮呢 很简单的 牛油呢 要放到它软软的 但又不要软到它真的融化 那麵粉 我们首先呢 要将一些 装盐料 要预备一个干净的工作台 这个已经刚才抹干净了 麵粉要过篩 然后呢 我们将它 中间装一个小火山 然后放牛油 和砂糖 就将它 用这个刀一路切切切切切切 跟着我们将一只鸡蛋打散它 然后呢 就慢慢倒在中间那里 又是将它拆均匀 就帮扇匀了 这个动作手脚呢 其实真的要快的 因为要不然呢 搞了太久呢 刚才那个牛油呢 全部融了 都变了液体呢 那这件事是完结束了 最后呢 就将它变成一块 这样的面团 你见到我呢 不是很用手去碰它 因为手里面有热度 所以碰它呢 它就会令牛油溶了 盡量用一塊板來剷它 接著我們將它用保鮮紙包住它 然後放進冰箱 冰它大約45分鐘 令牛油硬身 我們就可以做下一步驟了 冰了大約45分鐘之後 然後開始硬一點 我們就可以做下一個步驟了 現在我們這些迷你的塔帽 我們就在上面掃一層薄薄的油上去 時間關係我已經掃了 然後我們在這個大塊粉團裡面 我們把它拆成一些小小粒的球球 如果覺得黏手的話 你可以加一些麵粉在上面 插一些球球 然後塞點麵粉 用手指壓成一個迷你的塔形 然後就完成了 將它進入小的模子裡之後 我們預熱烤爐185度 然後把它放進去烤它 20分鐘 看看 曲奇皮已經完成了 接著我們現在就把它脫離模子裡 如果你有塗到油其實應該很容易 其實這個模子裡可能有點噁心 不是說很貼 是無所謂的 因為之後我們都會沾些忌廉下去 其實是看不到的 最重要是這個邊邊這個位置 它的樣子很漂亮 就可以了 我們把它拿出來 反轉它放 讓它放涼 讓它放涼 然後我們就可以預備 一些水果 今天選擇的水果 就是有橙和芒果 怎樣可以把橙切成為 平時你吃甜品 看到的那些漂亮的橙的樣子 其實很簡單 就是這樣切頭切尾 然後沿著它 這樣切 把所有白色的皮 都是要切走的 由於現在做甜品 賣相也挺重要的 所以我們這些白色的邊 就要盡量切走它 好 接著我們在那些橙的地方 圓回它的橙的橙切出來 然後又是切了那些邊 它 這樣我們就會得到一塊 甜品樣的漂亮橙 接著就是切芒果 我們也是把芒果 最大的一塊肉起出來 然後呢 我們做些芒果的小波波 然後呢 就是最巧奪天公的 砌果階段了 首先我們把忌廉底 先把忌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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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廚物上 再放在半年 雞皮裡的食物 小辣椒 放在半年 吃望稠 完成了